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继续讲啊,这乾隆皇帝的清平准嘎尔达瓦齐步之战 今天的故事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我在这儿啊,不妨给您先提前透露一下 这乾隆皇帝为了能够一股作气,拿下墨西蒙古的准嘎尔韩国 他竟然呢,恢复了草原上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可是啊,既耗时耗钱,又耗费人力的一项装备 那它具体是什么呢? 哎,您别着急,在故事里啊,我会给您讲的明明白白的 上文书咱就介绍过了,在乾隆十九年的下半年 这朝廷啊,征讨达瓦齐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就已经成行了 这乾隆皇帝接受了前来投降的准嘎尔宰马不特的建议 把原定的准备是来年秋天出兵墨西蒙古的计划改为了春天 那这么一来呢,这留给这大清朝廷备战的时间可就不多了 这大清朝的朝廷,这个年啊,算是没过好 上下一齐啊,忙的是热火朝天 在这个中唐复衡的带领下呀,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步骤 这还不算完,你还得调兵蒸马,配给粮草军械等等的后勤工作也要做好 这会儿的大清朝啊,这套班子还是不错的 完全过硬,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把这些工作做好了 于是这乾隆皇帝决定就在康熙二十年的二月份就要出兵准嘎尔 从这个出兵方略上看呢,就能看得出大清朝廷乾隆皇帝 哎,对待此次战役啊,那要比什么平定苗疆之乱 平定这个大小金川之义啊,要重视的多 那些个战役,他即便再是一块南肯的骨头 带兵的将领呢,官衔啊,也无非就是当地的都府 川山总督啊,云贵总督,再有呢,也就是本省的巡抚 可是这回不一样,这皇帝可是亲授了大将军印 并且这遗兽啊,就是两枚 这刚为邪乎的,有清一代也没有发生过的是什么呢 在这两枚将军印的下边啊,还设了两枚副将军印 您看呢,为了这个打仗的时候,权力统一,指挥统一 这清朝在各场战争当中,没少设了一大将军 您就比如吧,亲命宁远大将军月中旗 亲命福远大将军年更遥,等等等等啊,是举不胜举 不过呢,这大将军下边啊,也就设两元副将 或者是一元副将,这次不一样,设了两元大将军之外 这副将们不但有官衔,而且有印信 这朝廷既然封了两位大将军,那必然是兵分两路 咱们先说说第一路,这第一路啊,出漠南蒙古,走大戈壁 过乌里亚苏台,进入到这墨西蒙古 主帅啊,持这个整北大将军印信,哎,是谁啊 咱们这书里的老熟人了,就是伯尔基奇特班帝 对了,就是在这个金川之义的时候,保几了月中旗 也弹劾了张广寺乐清的班帝,这班帝履历非常丰富 他当过这个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不但做京官啊,还外放过 外放的那可都是封疆大吏,胡广总督,梁广总督 同时啊,在新疆青海啊,还做过驻葬大臣 并且啊,三次入职过军机处,哎,就是著名的军机大臣 那么给班帝配备的这个副手呢,那也正经啊 是受了印信有正经的军衔官职的 不是啊,只给个这个定边大将军副将之职的官衔就完了 而是啊,正式被受为定边左副将军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这两天啊 咱们更熟悉的老熟人,归降来的 墨西蒙古准个二韩国,辉特部的太吉阿姆尔萨纳 就是这大清国呀,年前刚封了的亲王 要说这北陆军呢,那能仍可不少 给这乾隆皇帝出主意,哎,春天发兵的 马木特也在北陆军当中 这乾隆皇帝给他们的旨意就是啊 过了乌里亚苏台,进入阿勒泰地区 渡过乌龙谷河,清格里河,直入波尔塔拉 这另外一路大军从西而入 所以啊,叫做西陆军,这西陆军的统帅是谁呢 是永长,董厄是永长 这乾隆皇帝授予其为定西将军 您看了吗,这北陆军呢,设的是大将军 西陆军设的是将军 这样呢,您就能看出来谁是主啊,谁是府 所以说啊,这班帝是这次战役当中的最高将领 要说这永长啊,那也是很有来头的 入职当官就是三等侍卫 您可别小看了这皇上身边的警卫员 那头二三等侍卫都是皇上家的亲知晋派的孩子才能当 那句话说的好啊,这头二三等侍卫啊 武不武艺的先放在一边,必须得是对领袖绝对忠诚 当然了,这公马骑士是要考核的 你不灵啊,也入职不了做侍卫 那这兰陵侍卫呢,就不一样了 这兰陵侍卫被称为大内高手 有的是啊,从这个当年的武进士当中减拔 也有的呢,是从外边归降来的 在这武艺上啊,有奇能异能之士 给您透露一下吧 那下文书啊,就要讲这么一位奇人 您在这儿,如我卖个关子,先保个秘 当然了,也有啊,你和这个皇上再亲近 这皇上想历练你,让你从那个蓝陵侍卫开始干起的 您就比如说,现在大清国权清朝野的宝和殿大学士 一等忠永公,中等傅恒 那可是乾隆皇家的小舅子 乾隆皇家呀,为了历练他 从小就让他做了蓝陵侍卫 虽然呢,并秧子一个也算是大内高手之列 哎,这傅恒啊,是个特例,咱们也不用深究 总之啊,这永长他是一级一级的干起来 到了这个乾隆十八年的时候 他就做到了陕根总督加太子邵宝贤 这乾隆皇帝考虑到啊,永长做过多年的安息提督 对后来的南疆一带呀,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才有这乾隆二十年,永长奉旨回京被授以了定西将军 那么给永长配的副手是谁呢? 也是一位啊,归降来的这个墨西蒙古准嘎尔部的将领 谁呀,是早归降过来的 萨拉尔 这萨拉尔啊,被乾隆皇帝授以了定边幼父将军之职 负责呀,协助永长统领西路军 这西路军的进军路线啊,这乾隆皇帝也给安排好了 是从这个巴雷昆出发经乌鲁木齐 抵达波尔塔拉两个大军呢 预计在波尔塔拉会合后,到了五月份呢 是直倒伊犁 哎,那么重点来了 这两路大军一共带了多少人呢 哎,这就要说到啊 咱们开头提到过那个大规模杀伤性装备了 在圣武记里啊,是这样记载的 乾隆皇帝下旨,此字啊 北溪两路参战将士,一律是骑兵 每路啊,是两万五千人 加到一起就是五万 这还不算完,这阿尔姆萨纳和这个萨拉尔两人 副将各统兵三千为先锋 他们带的这三千人呢 也都是归降来的,恶鲁特兵 你自己的部众愿意带多少,你就带多少 并且啊,前来归降的三车陵以及其他的胎企也不能闲着 带领你们自己的部众啊,随大军跟进 为的是什么呀,安抚那些来头的准干儿牧民 并且呀,这乾隆皇帝还偷偷摸摸的召见了两位主将 告诉两位主将大军离前锋啊,一定要远,要保持十几天的路程 这乾隆皇帝呀,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透露出啊,他的小心思来了 哎,让这个恶鲁特呀,知恶鲁特 让他们前边啊,先拼去吧 这书中代言呀,就因为这班帝没有掌握好这个尺度啊 还挨了乾隆皇帝的臭骂 乾隆皇帝呀,为了以惊孝悠啊,发的还是明指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说你这个班帝走得太快了 你这个有什么事啊,让这个蒙古军呢 他们自己先去拼去 然后啊,你在碾牙儿上啊,夺取一下胜利果实就完了 他说这个班帝呀,你就不知道 这为什么让这些归降来的蒙古太极做前锋吗 他说这像阿姆尔萨纳呀,和这个萨勒尔这样的人呢 他们呀,都是蒙古太极 在这个墨西蒙古是相当有威信的 他们一到呢,打出自己的旗帜来呀 这整个这个墨西蒙古的牧民就都知道 他们已经归顺了大清 然后呢,这些部众啊,就会纷纷来头雇主 这样呢,不战而屈人之兵多好 你看你们这些八旗兵啊,非要往前跑 这些个牧民呢,还以为啊,是天朝派兵前来攻打 这样啊,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摩擦以及伤亡 得不偿失吗这个 所以说啊,你们都给我呀 哎,慢点走 哎,您看呢,这乾隆皇帝 这点心眼子呀,全是这儿了 接下来咱们就该说是装备了 是什么样的装备让人叹为官职呢 这乾隆皇帝呀,为了打赢这场仗 竟然恢复了草原骑兵的最高标准 哎,这就叫做一夫三马 也就是说啊,这一鸣骑兵啊,给配发三匹马 这呀,可不是乾隆皇帝发明的 早在他们的老祖啊,大金朝的时候啊,就发明了 想当年宋金交战这金人发明的铁浮屠和拐子马 一个呀,是重装骑兵 一个呢,是快速反应不对 这拐子马呀,一万五,铁浮屠五千 这两万人呢,就是一夫三马 一匹马呀,是用来行军的 也就是走马 还有一匹马呀,负责负重 他驮着一个装备资重 还有一匹马呀,平时什么活都不干 连马鞍子都不给佩戴 就单等着冲锋的时候再用它 这是什么马呀 这就是战马负责冲锋 您想见吗 没有这个牛车拉着自重装备 广靠马服 这样的部队行起军来的速度一定是快的 并且呀,这匹战马永远是有生力量 因为他什么活也不干 只是跟着后边走 所以在冲锋的时候就特别快 特别有劲儿 您猜猜这大清国给这五万将士 和这个来降的这蒙古兵 一共准备了多少匹战马 一共十七万匹 这十七万匹马呀 就是我要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说别的朝代的骑兵就没这么干过吗 哎,他们倒想这么干呢 钱从哪来 马从哪来 从这一点呢,您也能看出当年的乾隆盛世 那还是很有实力的 书说到这儿啊,今天的书啊,就差不多了 明天的书啊,咱们不啰嗦 一战就要拿下达瓦奇 十五分钟不行啊,咱就说二十分钟 到了明天啊,这格登山之战 降降阿玉西才要用二十五人活捉了 六千五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多嘞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